歡迎來到姐夫食堂 我是姐夫 大家好 過來了農曆新年 是台灣草莓品質最好的時候 草莓除了當水果做甜點之外 草莓的酸香甜 也非常適合搭配雞肉和海鮮 姐夫會分享幾道用草莓來入菜 讓這美麗的草莓劑 為草莓多加一點變化 今天的草莓劑 姐夫要分享小朋友的最愛草莓蝦球 做法很簡單 就跟著姐夫一起做做看吧 我們先加熱油鍋 還記得姐夫在之前的影片中 已經分享過了在沒有溫度機率的情況之下 如何判斷油溫 那我們再複習一次 在冷油的時候放入一片蔬菜一起加熱 等到油鍋中的蔬菜呈金黃色的時候 也是炸東西最適合的溫度 大約170度到180度 這時候就可以開始炸你想要炸的食材囉 然後我們現在來醃製蝦仁 加一點食用油 先磨一些海鹽 黑胡椒 抓一下 這是酥炸粉 這個我們先放旁邊 待會備用 接下來我們來做草莓蘸醬 這是姐夫自己做的草莓果醬 加一匙的草莓果醬 然後啊 把它給搗碎 盡量搗碎喔 這是美乃滋 我們把搗碎的草莓果醬 加在美乃滋裡面 攪拌一下 攪拌均勻 這草莓醬看起來有點濃 我們加檸檬汁 它就會變得比較稀一點 我們再把它拌勻 好 差不多了 然後放旁邊 備用 來 我們看看 葉子沒有在起泡泡了 然後變成金黃色了 油溫也差不多了 來 接下來拿掉 我們來炸蝦仁 蝦肉 好 拌一下 好 отмет一下 都現在把油溫也太多 在一起 現在很明顯泡泡沒有變少了 那也差不多快好了 好了,把它撈起來 放在吸油紙上面 讓它吸油 好囉,那我們現在開始擺盤囉 準備一個擠花袋 翻過來 來,挑一下 打一個截 嘴巴剪掉 好了,開一個孔 撿一個擠花袋,就完成囉 好,刷完一張試一下 就完成囉 大人小孩都喜歡的草莓蝦球完成了 找到時間,在家裡做做看吧 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喜歡姐夫的影片 要記得,歡迎姐夫訂閱 按讚,還有分享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掰掰